顾凯对待妻子很有礼貌 他经常找出婉归 很少看到妻子的面 有一次顾凯病得很严重 躺在床上 妻子出来探视问候他 顾凯命令左右的人将他扶起 戴好帽子加上外衣 为了勉励他妻子之后 就请妻子回去了 由此可见 在夫妻之间 怎么可以一刻无礼呢 而导致过于亲密的切丝呢 然后礼节还有其他的吗 只不过是要能够合而有结 爱而相近 而已罢了 这个合而有结 爱而相近 是古代的夫妻之道 那么老法师讲呢 我们知道五轮里面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轮呢 夫妇有别 老法师说 男女结婚成为夫妇 这是正式组织家庭的开始 就是要对家庭负起责任 夫妇有别 别的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 忽略这个这个 夫妇有别啦 所以现在为什么家庭的问题呢 会层次不穷 小孩教育的问题 为什么会问题重生 为什么现在受惠呢 不安定 会人心不安 为什么离婚力会那么高 为什么夫妻会缓目 对簿公堂 最后走上离婚之土 为什么现在离婚力这么高呢 就是大家把这个五轮里面 最重要的这一轮呢 夫妇有别 抛出在脑后了 完全不遵守老祖宗的规定 老祖宗所定下的规矩 他们认为这个是漏了 现在强调了 是什么 叫夫妇平等 要平起平重 以前呢 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他说现在不是 两个都主外好了 那些小孩没有人教 交给谁教 交给电视教 交给电脑教 交给游戏机 让小孩子玩游戏 交给外劳教 交给佣人教 所以现在教育是失败了 为什么 家里出了很多不孝子 我看到老祖宗的 然后我们教了 老祖宗说 就是因为世期教育 以前是什么 shaving 这就是不孝子 人所自在社会 男子 主外 对外 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是负责家庭经济的收入 其实这个主外也不钱是赚钱 男子是一家之长 对外所有的这些大重要的事情 都是应该有这个账户出面 这男主外 男子主外 他要赚钱养家 在古时候的这个社会 工作赚的钱都要交给家里面的管家 不能够失常 个人每个月需要用多少钱 就跟开工资一样 家庭管家发给你 财务是归工的 因为以前是大家族 以前是大家族 一切都是为这个大家族而努力 而做贡献 所以财务人是归工 不是归师 所以他是为了这个家族 那么个人生活 有家族来养 以前的家族是这样 大家族就是你个人每一个 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是有家族来养 他有制度 父女负责另外一个责任 就是女主内内 就是夫妇有别 这个女主内内 就是妻子是负责教养下一代 让这个家道 家业 家邪 可以一代一代穿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想说母仪天下 就是妻子的责任 就是妻子的责任 所以妻子的责任 妻子的责任 是负责教养下一代 那现在两个都主外了 妻子也要赚钱 所以现在交易下来的事情 全部交给外老 交给电脑 交给网络 交给电视机 所以才能现在这个样子 变成没有根 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根 没有杂根的交易 那问题就出来了 那孝道就 孝道没有了 那师道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责任很重要 这个教育责任很重要 你家里面没有人才 你赚再多多钱 后继无人 我们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个大 那个无后 那个无后不是说 重男轻你 不是啊 那个家也要有传人啊 家学要有传人啊 你家里出了一个不孝子 把这个家灭掉了 那就是无后了 所以呢 家里头里面 家里头里面也没有人才 完全靠母亲 我们等一下会谈论到欧阳修 她那母亲 怎么样教育欧阳修 成为一代的伟人 宋朝的一个宰相 这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 产生不了像以前 幻冲淹 欧阳修这种人才呢 老和尚说现在当官呢 就是官不了生啊 所以这个呢 家里面也没有人才必出 完全靠母亲的教育 家里面能不能出一个圣人 贤人全部在妇女身上 像老和尚小时候 她的母亲带她到哪里 带她到城隆庙 常常带她去城隆庙拜拜 然后她的母亲 老和尚的母亲就跟她借这个机会 讲十殿阎王的故事 老和尚说她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这么重视英国 这么重视记忆力 就是因为小时候她的母亲的教育 这种英国教育所扎下 非常好的根基造成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 社会如何相和 家庭如何幸福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老祖宗的教育 一切都是为教育 所以护你的使命是相夫教子 现在问题是全部都没有相夫教子 所以家庭问题产生问题 家庭产生问题 社会就产生问题 社会产生问题 国家 国家 就没有这种动良人才 所以 一个国家能够强盛 像中国现在走上强国之路 大国之路 那这个家庭教育 那么这个家庭教育 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 这个圣贤的教育 这个君子的教育 这个孝道的教育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习近平先生 总是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夫女的使命是相夫教子 帮助丈夫最重要是要教育主女 教育主女 那这一段是提到顾凯跟他妻子间 不能够有一刻无礼 也就是说他们夫妇有悲 有遵守这个五轮的这种礼节